1. 媒体来源 苹果2. 完整新闻标题 柯批又狂语 问台湾价值很烦谈深奥都在讲干话3. 完整新闻内文 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参加双城论坛 一席两岸一家亲谈话让他饱受绿营质疑 总统蔡英文甚至要求柯回答何谓台湾价值 此外 郑愿近日立推深奥电厂 外界也频频追问柯对此议题的态度 柯今天下午直言 自己过去是外科医师 做事的态度就是务实 所以大家老是逼问他台湾价值让他觉得很烦 此外深奥电厂价值 目前中央都还未公布相关数据 很多讨论在他听来都是在讲干话 柯今天下午受邀出席智慧之父数位话论坛并发表演说 柯说过去自己是外科医生 外科重症医生有几个特色 其中一个就是务实 因为开刀不管直接开 用内视镜开 成功 病人会活下来才是最重要 所以外界近来老是问他台湾价值 让他觉得很烦 因为讲的口墨横飞有什么用 结果才决定一切 此外外科医师另一个特色是精确 以前开刀打强心计 要打半只一只要说得很清楚 没想 到自己来到政治领域 常常被人家告知政治要模糊 让他在台上直呼 天啊 我这外科医师就是忍不住 再来另一个特色还有做事快速 因为以前在决定病人要不要装夜课 磨 只有30秒思考时间 时间过了脑袋缺氧太久 病患就会变成植物人 所以这也是他现在做事很快的原因 接下来另一个特征就是科学 一切都依专业来做判断 他以最近深奥电厂为例 强调各异 提就是专业题目 相关单位应该讲清楚 让大家知道当前能源配比 和电厂后续规划 否则现在的讨论 在我听起来都是讲干话 科说 外科医师最后一个特色是实事求是 这也让他感触很深 以前在台大的时候 发现 有个医生医疗纠纷特别多 后来才发现这位医生常常在开刀前 没有清楚解释病情 后来他们才知道 如果跟病患说接受化疗会恶心 呕吐 两个礼拜后头发会掉光 病患就会慢 慢去接受这一切 但没有事先告知 就非常容易挨告 如果转换到政治上 就可以发现沟通是政治上最重要的工作 科最后也感叹 自己上任时常常说 台湾这个社会对的事情没有人在做 做的事情大家 每天在做 但现在发现自己是错的 这个社会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没有共识 如果有共识 台湾哪里需要抗争 是非对错没有共识 这才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 陈思豪 台北报导 4 完整新闻连结 或短网址 HTTPS TW 纽斯 阿普尔多利 科姆 利夫 雷尔德摩 1337616分之 是20184195 被注 被删或自删也算额度内 抄贴者水桶 请注意 中肯阿北持续失言重五楼强奸陈佩奇 盖河电厂部也是专业问题 结果被模糊的政治口号搞掉 你们听我讲就好了 讲干话还轮得到你们吗 在我听起来都是讲干话 中肯中肯中肯 明明是 逼问 让他觉得很烦 标题少一字 直接带风向了 厉害了 这个报是非对错没有共识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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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失言了 觉得一直用医学观念来解释政治很怪中肯 柯文哲 如果核四启动 你们敢用吗 就是应该认裴杀阿北又失言 阿北又诚实了 F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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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推三楼市在耍三小智障尊重专业呀 因为他插不上话安定失言 我已经可以看见姚文志选举被柯文哲电报的情景了 不管拉台湾价值 2018年最佳举求手等于姚文志得破又要七批优批优惹本来政府都在讲F话 现在就缺点没得选择 一直在问台湾价值真的是一群智障 该讨论该监督的事都不做 整天在那边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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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番话应该是要挺合似了 苏贞昌真的都在讲干话就像国考作文题目推安定失言中盖和五辣推 民进党一直像个白痴一样讲价值 跟中共讲社会主义一样电厂这题怎会适用表态的来当作 重点是专业单位提供台独又要生气了执政党价值选择把和四去掉 当然只剩火力可用 还在那部讲干话 被送给钱 边讲干话 专业数据啊目前除了科批没一个政治人物敢面对错误啊 低批批施政一把烂 整天嘴台湾价值有个屁用民进党可以先把用电跟电价处理好吗 整天在那边台湾价值干他喵的天龙国又要吃又要拿又赖账 都给你靠北就好中肯啦 台湾价值是三小烂问题这篇好闲哦 看完要洗肾了啦 没有共识真的超中肯的 台湾价值可以当饭吃 全面执政这么久都不敢读 快选举数据有人提了啦那个张锦森不是偷偷在新闻一小懒讲了又开始喊台独喊台湾价值 真当全台湾都是智障啊 深澳电厂的发电量根本搞笑而已 讲干话说省电10% 又说辛苦10年 直说能源规划如何充值台湾价值可以发电吗 不就好了 每天靠北台湾价值有屁用 我他妈的薪水没涨物价狂涨啦 然后这偏为啥狂 电厂本来就该拿出专业数据来讲啊 但他一天不失言我总觉得一天还没过完啊 XDDDD中肯推稳定中肯XDDDDD 然后每天逼问别人台湾根本没共事的台湾价值有屁用 民进党自己全面执政 物价涨了多少 自己不反省 还整中肯天靠北靠母说杀小台湾价值 吃饱饭就是台湾价值啦 一个说谎骗神明参选南部伊南一女落跑中央当官宜兰市长落跑还给陈金德荣升 台湾价值就我大低PP什么都行干干 中肯太诚实 阿北姆汤拉中肯台湾价值和用爱发电是同一个概念 因为DPP问市长的是总统级问题 问总统的是市长级问题 赵妖静中肯深绿又要中风了 阿伯又中肯冷中肯楼下磕黑 每次看到一堆深绿脑包在那边跳针台湾价值 民进党部处被问反了就会失言台湾价值 其实也是干话不会去找国文老师写作文哦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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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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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第一个台湾价值各自表述礼物价 不管劳工权益 不甩青年人就业问题 整天高举 台湾价值 跟老共整天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 猪头猪脑最后一段赞功德 相价值多少拉中肯 阿北正常发挥台 美元幅美元幅 弯美元幅美元幅美元幅 价美元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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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美元幅美元幅美元幅 美元幅美元幅美元幅 美元幅美元幅美元幅 美元幅美元幅 只有DPP不知道 每天这样打久了 让人反感推标题 吓得很烂阿北又失言 真的例如所谓干净的没要这种垃圾政党干啥 反正DPP宁可让KMT赢北市 那干脆中肯FDDD太诚实 票都投给KMT算了 要让DPP痛一次 四年前DPP就是赢太爽 事情本来就该这样 FD这就是正常人的感受吧 FDDD某党的台湾价值不就是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 民进党员妇虏兼职无所谓 舔共无所谓 非党员等于你该死DPP 非和无媒是全民共事大于下化线 原字符中肯文祖物国推文祖物国阿北 开示了最有台湾价值的民进党教育部长 都去共军当顾问了 WWW科匹科片 每天看干话正论节目脑细胞 真的会死光三楼水准科P 等能源论述要转了 聪明推不要只会讲干话 推讲话越来越像某爆的说法 柯文哲可能得自己组个政党 靠他一个只能让蓝绿的真实嘴脸 现行没办法改变台湾的命运 台湾有问题怎么办 办作文比赛啊 事实本来就是这样 不做事情然后老是花时间在意识形态中肯 台湾价值是什么 你做出来之后 人家自然会给你评价 DPP全面执政 有先把台湾价值提升吗 没有那怎么有资格问别人 只能推了 又失言了失言 拉波浪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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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福笑死了 台湾价值就是DPP的 92共事不承认92不能交流推 最后一段讲得非常好推 直球对决早餐又吃诚实豆沙 包了推台肯拜托你选总统 可是赖也是一声耶 为何之前检讨KMT时 没人说反怎么可以这么中肯啊 一直问真的反死了 像跳针一样垃圾台湾价值 吃不饱薪水不够买不起房 还讲辟价值学色作文题目 就考台湾价值吧 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中肯拉又失言拉 XDDDD中肯中肯干话 政府懂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没共识啊 没共识又不对话 怎么会有共识推文 祖物国加一正常人都是这样想不过 鬼岛不正常人讲话比较大声 阿伯你知道的太多了 失言哦 请下台去选全民市长文祖 被李公祖诟病的就是这个中肯深律 又要中风了中肯推科批 然后又说对话都是干话 谁来定义是干话还是对话 这才是正常人说的话 可惜绝青听不懂蓝绿气到中风 XDDDDDD一直说一堆似是而非 当然记者一直问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炒作意识形态勇敢一点 如果说跟民进党不一样就不一样 免惊拉 明明只有深律会气到中风 而以蓝色哪时在乎台湾价值了 www 如果说跟民进党一样 要说什么就说 中国政府也会谅解拉 简直中肯到不行 干话党除了干话就剩台湾价值拉 波浪福智障记者每天问哈推 www XD真的都在讲干话 政治人物连最基本的立场思维都不想说清楚 WHY 中肯中肯楼上请说清楚 台湾价值在拉干蓝绿 听到崩溃军城风颠撞推中肯 请拔500会到以下户头 这题目聊 没阻止回答因为台湾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干话 太老实会被虚的 HTTP I 古尔 科姆 KK72 LGB JPG 美党政只能被问QQ 台湾价值就是干话 跟九二共事一样 请民进党自己定义阿北又说实话了 XDDDDDD 台湾价值就是 前深绿老人要气到心脏病发了台肯请把金额汇到这里台湾没有这人新闻就没了神阿博亚推干太狂了DPP从总统到行政院长整天讲的才是狂语科P这是正常话 深绿老人每天看正红一就感受到台湾价值的洗礼了啦 但垃圾标题哈哈干超中肯又失言了XDD 台湾依然低薪 高房价 过劳 人才出走 深绿都忽视 国家弱小成这样谈价值 投资完到自己破产的银行里 专你会听他的头顾策略吗推推推啊就是蔡姆珠带头问他台湾价值啊那你在讲三小两岸一家轻推这种简洁明确的价值观HTTPP I 古尔 科姆 ISCH99J JPG昨天就说了杀球杀进党中央倒挂金勾应声入网那谁讲屁话呢 高调不要再抹虑他了啦没用了啦民进党让人看破手脚了啦同意 重要政策讨论上所有政客全部都在说干话诗言图支援XDD 红 打错昨天电厂问题不意外根本挖洞给科批跳传统政治人物真的太爱讲干话中肯诗言明明就是大实话狂在哪 台湾价值就是砍你七天价让你没加班费 还演得自己很痛苦真的诚实回答就好了电厂问题就天龙人用电不盖电厂 当然要问他啊水欧直接打翻一堆嘴炮中立理性选民 立委 台湾价值就是物价飙涨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好好品尝吧讲干 不盖电钱拿出来补贴受污染区吧 这可不是干话台 美元幅美元幅 弯 美元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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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美元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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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党干话语录警号自己去跟老板说警号资方会自律警号就当作功德警号台湾没有过劳死是劳工自己有病警号台湾好老板占多数警号老板会自律警号劳动部会严格把关警号不爽不要投警号你们太阳花已经崩溃啦 警号赖青五成台湾人都加年轻人看不到未来那还不快去买股票加薪自以来总统自己回答不出来跑去问别人逼科批选总统吗 新店家长没影响警号赖青收入不高自然想加班族繁不及被载三楼你那种话自己觉得很有趣 这种水准棒棒中肯啊中肯专业问题就把数据规划方向全都公开解释别讲干话推推 台湾现在就是干话治国哎呦今天阿博新闻让人笑翻XDDD又想被鸣嘴叮了哈哈哈哈 中肯今天正红一跟一群老白痴又要欺PUPU出来跳脚骂柯文哲了又说了实话加油中肯中肯 忽略真正的民生问题只会搞政治斗争中肯好是好是当初我投民进党是希望生活变好 结果民进党只会空谈台中肯台湾人超速就找一员排队拿免费早餐是非不分啊 弯价值薪水呢物价呢就业呢产业呢啥都没干还弄个一粒一休搞死劳工让大家跟着过劳我去你妈的天佑台湾 让我们能有一个做实事的选择苏保证苏澳电厂安全不污染才会允许运转 猴不发给声谁叫你不除职早点除职你的台湾价值不就没事了没进口许可 谁在讲干话一清二楚诚实阿博整天只会选举的死废物老屁股 比KMT真小人还让人恶心有人晚上又要去党媒怒喷了真的DPP去死吧 中肯推中肯所以台湾价值要不要就别模糊了直接讲清楚 该段就让民进党死心 科的主要支持者不会有问题的中肯台湾只有一个政治人物科P 其他都政客讲干轮道你说话 同意 两党只会打意识形态跟垃圾一样 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等于等于之进党的台湾 价值就是用共匪军方顾问当教育部长 拉笑死XDDD中肯 干嘛一直拿别人的东西来问 赖功德 台湾价值就是做功德楼下磕黑磕黑崩溃不化个柄 怎么冲击这就是DPP的核心价值说空话 让台湾空转去你妈的台湾价值谁定义的 跟台湾其有什么不同 HTTP I 古尔 科姆 ZZOI6VR JPG记者你们还要让科POP几次 中肯资金党除了干话还有什么能讲的完蛋了 又失言了讲干话真的啊 超中肯 台湾价值就是空话 民进党要战就快推人选出来 卫卫缩缩被看破手脚你要他不模糊 是不可能这个投机分子把话讲死了怎么转弯天啊 好中肯推波浪幅波浪幅波浪幅鬼岛都干话 王KMT已被打趴在地上 DPP一堆争议转移不了焦点就拿科P开刀呀 谁想跟科认真讨论 当然拖越久越好 反正DPP只想选举选赢谁都可以利用 好惹我可以零五百了吗 再搞下去 DPP准备跟KMT一起陪葬 反正两大党都是垃圾 看到资金党 还有那群帮忙打压自己儿孙的老人 很可悲资金党的台湾价值就是标准干话没个人敢说清楚把民进党训抹成蒋经国党训的某莫雷地又来虚了WWW民进党的台湾价值就是笑话开炮7777 中肯拿问总统的问题问市长有中共作为借鉴结果还在做跟中共一样的事老是用民粹主义选总统菜桶乱虎烂一句台湾价值可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模糊焦点 知怎么回答就说厌烦 媒体就在这上面大写特写浪费时间 含泪推对 是非对错没有共识 这才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 太自己文字 不管我就是要台湾价值兮兮为主了 暂推推不止民进党搞民粹 九 二也老再举中华民国这种嫁民族意识来模糊焦点三楼有并记得看医生中肯在我看来 民进党 九 二以及中共都是同一个样子 这也是为何苛批这种人难能可贵 台湾价值就是打高空 古有国民党党政无敌 已经有民进党台湾价值护身这发言的高度有政治人物跟得上吗 没错以前不都在野的再问 现在柯批是总统 我真的觉得台湾价值是蔡专访时随口瞎掰出来的没想事实就是 DPP完全执政后开始玩起KMT的老把戏 以为台湾价值只出现在选举GI超中肯完全讲出人民的心声 倒被DPP们当成圣旨跟信仰拿来满街乱咬人 DPP有什么资格叫人说台湾价值自己就代表民意 想干啥就干啥 要一个无党籍市长或是蓝绿又要欺批优台大校长低头 你们就必须低头 不然拿台湾价值来打你 阿伯又失言惹不过中肯狂请执政党干话少说不管啦 你没有除职台湾价值科粉才刚帮柯文哲打圆场说不需要回身傲一提 今天又打脸科粉我反而觉得他后悔先前选举十把话讲太硬让人误以为他中肯 柯文哲这样常常打脸科粉还有科粉贴上去 你说人真是贱啊他是深绿 现在才这么多人反感明明是逼问 让他觉得很烦 标题少一字直接带风向了 吱吱又要崩溃了 柯黑珍悲哀总统发言在拉 干 谈啥要台湾价值 赖神说独立不用谈的文组 不意外都讲干话中肯到爆台湾对是非对错没有共识才是最大的问题中肯其他蓝绿 SF不是靠背景就是靠一张嘴推推 SDDD赞SDDD 救助了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共识 哦哦哦哦哦哦 中肯这次不是失言资金党等于干话党要不要这么诚实啊 阿北所以现在天龙市长又可以管其他县的事 中肯啥台湾价值软实力都是干话 水拉台湾价值到底是神蔡英文自己先讲一下干话党台湾价值早就答过不知几次 一直问一直问是听不懂人话 中肯多尔要不要先去看前面DPP智障再干嘛再来崩溃RXDDDD 太中肯了干超好笑 中肯啊 垃圾只会整天讲干话爽快 诚实阿北价值大鱼大鱼 空心菜价值中肯中肯中肯 博师制列车帽子扣起来 反正不止蓝绿 连时代力量也四颗黑 政治直接确实不好吗 模模糊糊才是病态 最正常的政治人物结果被批斗最惨 西西中肯吼油波浪福你家言巴不用钱你 XDDD推一个现在才知道文组的知会说干话 尊重专业HTTP I 古尔 科姆 贝格谷格普 JPG台湾价值就是绿卫兵的爱台思想审查啊 不管怎么答 这些政治蟑螂都有办法抹红 智障才会离你们民主干话党不意外 中肯科批请退选中肯推友吃 然后这哪里狂语超中肯的好吗 中肯中肯中肯 中肯中肯 这狂语吗 这些不都是做人做事需要的标杆吗 只不过扯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全部变掉了 支持阿北我是柯黑 所以两岸一家亲乐推回避台湾价值问题 正今晚上继续检讨推 只要蓝绿在就不会有共识 真的考台湾价值根本是在考八股文 没想到政坛上只有科批一个正常人外科医师 XD某恶心罢又要出来消费儿子了 赞两岸一家亲 然后柯黑想要表达什么 中肯博阿北中肯 每日中肯失言真的很反推 说实话笑死是非对错 有共识哪来那么多自助餐 中肯领钱柯黑快下班吧 中肯中肯啦 阿北希望你用专业来看核电 虽然讨厌绿营 柯P还是连任吧 结果决定一切 这句话没错 但不知道柯P想要什么结果 但 酸总统啦 林卑绝对选你 我支持柯选台北市长 因为不设统独 不用牵扯太多数据 学者做出来了 网军去吃屎拉波浪服 废话连篇也在那边 带风向一个议题 80%有利 20%不利 做了80%的人 不会感谢你 20%的恨 这是换个说法的台湾共识吗 死你装疯卖傻 太久便真疯真傻 而且除非丁丁有票 不然柯真的是绿营最好的人选了中肯推推三楼市在乱说啥中肯中肯台湾价值 笑死蔡母猪自己都在自助参讲的口莫横飞有啥用 结果决定一切共识 抓到了柯P支持92共识推中肯推太诚实真的中肯 台湾现在一堆政治人物在讲干话实物成果一点都没有 讲自己的中心思想很难吗 民进党不就每次都打高空 提一个看似有未来 但自己也不知阿伯真的哼会内容的想法 让你去各自表述 什么台湾价值 哪方面的价值 用公读生灵250万的价值 背叛劳工财团制上的功德价值 薪资倒退通膨增加的鬼岛价值 思民进党一盘漂亮的棋不下 偏偏翻桌去玩局面不好的棋劳机法 修恶 坎七天价 雅尼岸勾结远东 八千亿钱沾榜庄 集邮法摆烂 公投法摆烂 同婚摆烂 根腹联会妥协 猎雷剑弼案 赵峰案蓝绿金融邦 网邪勇邪个体邪嫁改革 一堆狗屁倒造烂摊子 资金党这些政客败类媒体 民嘴门整天盘算选举 然后空谈台湾价值 操弄意识形态玩弄台湾这两个字 只有恶心而已 民进党也真够不要脸的 社会民生问题一堆都不去关注这堆化气死 多少白痴了光是一粒一休恶整劳工 我就TM的看不起骗票的民进党 那政治变色龙HTTPS I 古尔 科公尺每秒 EEMW4OL JPG买不起房 薪资倒退 劳权低落 看看民进党执政的后果 真的去你的台湾价值 我自己才有价值 拉烂民进党爽 真的 现在台湾费的要死 剔纸嘴炮根本无助 不实为本阿北姆汤拉 狂 太狂了 政治界的公道伯啊 台湾第一干话王就蔡英文啊 DPP真丢脸 开始用意识形态打人了 太诚实推科 P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 你又失言了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 真是中肯 DPP被看破手脚了 我觉得他讲得很中肯啊 哇 今天无极限欧推中肯 时事求是真的推 可惜垃圾 政客还是喜欢打嘴炮 DPP谈爱台湾 跟KMT讲评 经济是一样的 阿北讲话 有够中肯 干话 王就蔡英文啊 赞拉都是在讲干话 阿伯又吃成实豆沙包了 中心思想就是务实呀 难道要像DPP中心思想是卖台吗 原来两岸一家亲事精确 科粉也真好骗 HTTPS I 古尔 科姆 尔约基基杰特 JPG推推拉 科科 你不也是在讲干话 听阿伯讲实话 就是爽有道理 尤其对对错没有共识 科黑都不用骗 叫他吃屎就吃屎 吃一口不够 还吃两口 真的中肯认同 给推科P 真的清流阿 一堆响爽的政客 当然急着要黑正 今晚上标题出来惹 科文哲否认台湾价值陈水扁 两岸是兄弟 谢长廷 两岸命运共同体很精确 专业阿阿中肯 整天问台湾价值不知 再从三小中肯到报科P 超赞 人要误识去民进党 你妈的价值 拉两岸本就一家亲一堆 井蛙不知台湾小鱼 大鱼26港澳 跟自强号一样推三楼 好恶酸 总统拉 每天早餐都吃诚实豆沙包 白痴科黑 只知道穷追科P 两岸一家亲 企业去舔供连P 都不敢放中肯拉 尊重专业才有办法解决 而不是满嘴干话 加油阿阿北 蓝绿都是垃圾 每天说实话 布雷玛 这个错误不就是蓝绿 都有份吗 中肯推 DPP整天喊台湾价值 跟对岸洗脑 共产主义87项 废物 DPP根本不是同一档次的产品标题 想带风向 收多少钱阿推 阿博又失言 拉是非对错 没有共识 DPP都讲干话 怎么可能有共识 天龙 这炮火开不停 Ixd国从阿扁那任 起除科P 外都没DPP市长 智力测验有过拉 明明说不回答总统问题 但是每一句 都有台湾总统的高度 台湾价值就是资金党 选举专用的骗选票 台词本来就是搞好台湾经济 加强技术中肯都快搞不懂台湾总统是谁了 推推推 XDD 因为医学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政治的目的是获得选票 中肯推个在拉干 柯文哲就是就是对的又失言了 三楼那个言论不能水桶吗 民进党可以去死一死了 本来就是阿 负责盖的单位要提影响评估报告与提供数据啊 啥小都没有 是要去议会报告各P 因应各P 阿北太诚实推 阿北你真的很老实中肯说得很对 我突然很期待辩论的那一天 DPP就最强干化党啊 中华台北没有矮话说明一切中肯讲干话的 说别人说干话 哈 HTTPS 古 GL 亚斯福说的也没错 台湾价值本身就是没营养的干话 阿博持续失言中诚实 决心要爆弃了小肥便当收据价值500万 舔之科中肯三楼罪恶就像有些公司天天开会 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就是做做样子推推责任浪费大家的时间古得 对了三楼超级没水准中肯 一堆政客讲干话 不用钱 3F和疑情网路警察抓去关一关吗 喂 不要这么老实同意推 晚上又要被节目公审了 XD 所以应该这样问 台湾如果是个病人 你觉得还有没有救 最会看风向的人 波浪福现在不敢反合了欧 波浪福 垃圾DPP中肯台湾价值根本是空话 问总统选前说 台独选后维持现状干科批 这些的思维才是他有票的主因 两党还在白痴抹正机 民进党的台湾价值就是用蠢之的票换钱 门号用台湾之心会产生台湾价值吗 真的记者很会煽动 说的只是普通道理就被渲染成 狂语 深奥电厂那段讲得很好啊 台湾就是一堆是专业于无物 只会自己想当然耳的人 翻译 垃圾最爱讲干话 矮快发我的500拉 从小生长在台湾 还问什么台湾价值 DPP是87吗 不要选市长 选总统拉推 低能媒体和政客 整天打压中肯 低学历之杖 科黑大报社 价值是需要用时间来证明的 用说的有用 坑杀台湾劳工的政客 在问别人台湾价值 阿伯这么中肯 难怪蓝绿都要黑他 中肯这么中肯 怎么办 赶快出来选总统拉中肯 都在讲干话 哈哈哈哈 所以讲错也没关系 大家有共识 就好推最后一段 整天想着选举啊 笑死 太中肯了 没有包袱的人就可以进吐真言政治 要黑到底是哪个该死的白痴想的 赞我的五百乐 科老板原字符下话线 小于FDDD中肯大胆 没有台湾价值的阿北 还想选不够呛应该回亲中爱台 做功德有生之年 希望看到政党兜兜倒一倒 整天斗争不做事 推赞FDDD深奥 深圳澳门 看绿民崩溃豪爽 台湾价值科批展现得出来 其他政客乐 剩一张嘴中肯推科批 真的讲太多事实了 确实如此 是非不分 这是民主的进步 还是退步 中肯WWW推 拜托他 这还不是干话 阿伯了不起这最后一段 也是在讲干话呀 中肯爽选总统拜托阿意识形态 消费台湾的一群废物 XD唯一让台湾看到希望的阿北阿波浪 浮身奥就波仔奥在新北 讲深圳澳门的是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连地名都会认错的八卦 中肯 问台湾价值根问92 共事一样 屁话 干净的没看到台湾每天吵这种问题 我就很庆幸我跑了 正解台湾没有共事 就是新闻媒体 名嘴搞得 为了自己政党的利益 每天抹黑 栽赃别人 搞意识形态斗争 分 话台湾人 让台湾人每天内斗 只有中肯中肯乐胜一堆蓝绿干话 王三楼有病请不要看医生 会浪费医疗资源 台湾价值就是一堆绿色废物 通通下台就有价值了 确实讲干话 我们是用干净的没HTTP I 古尔 科姆 ZIZPADR JPG推阿北 蓝绿政客 科媒专业不敢说只敢炒意识形态通通去死啦 中肯中肯真的抬你妈的价值不可以讲实话啊 中肯推李祖跟文祖沟通真的很难身边一堆干话主管 不断制造部署空转推台湾价值能吃吗 中肯拉政客一堆只会讲干话推啦哈哈 非常中肯可是台面上这些咖小孩是听不懂 只要谋求党 得利益 选举选赢 台湾价值也只是选举口号干 太诚实了 FDDD政治人物很多都在讲干话没作为又失言了理科 好像都这样讲 证据科学信仰一直用当医生的例子来解释政治很失礼 明明就是不一样的 东西 普世准则是有的 但阿伯举的例子有些根本是特立好摸诚实推太猖狂了 推抓到了 而抓到什么这完全就是选总统的格调了啊 用医生角度解释政治也没啥错误 每个人本来就有既有的失言 垃圾蓝绿只会朝这种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和口号背景之事 有些适用有些不适用 但他讲的至少比较白话 推阿伯举举好的政治人物真的不多了 以及符合常识 如果政治只有政治系的语言才能说 那不觉得 可笑吗 专业和数据本来才是重点 但政治就是喜欢精神论 狗逼党工依然会虚的政客的不讲干话活不下去 磕批不倒 蓝绿吃不饱 XDDDDD真的 喊台湾价值就像政见 喊完后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诚实话 实说很好 垃圾民进党只会拿台湾价值骗选票 民生议题都摆烂 阿伯希望你可以拯救台湾 人才出走 一力一休 国家竞争力 薪资倒退 种种议题 深奥电厂 我看成深奥电厂 看成谭泰 深奥都在讲干话 民进党都装聋作哑 只会拿讲不清楚的台湾价值来骗选票 城市阿伯中肯推一堆垃圾政客 空心菜自己脑袋没东西在那边台湾价值中肯推 台湾政治人物最认同的就是科匹阿伯好中肯啊 所以说这个阿伯在立马让DPP和KMT这些人被看破手脚FD 所以当年跟风反合是有多误实 楼上全部到我大DPP党部思想改造除值台湾价值 绝青只会讲些似是而非的答案 拉台湾价值F 资金榜庄 哦 事故今日最终肯务实就是赞台湾就都三楼水准啊 颇喝笑死中肯台湾价值 可以先把民生物价降低吗 支持科匹他当市长 还是不要碰统独对他比较好 整天讲台湾价值结果拿着台胞证去中国经商旅游干 阿北利麦格公威啊 拉活到现在快奔四了就是一本护照拉拿台胞证 贾赛拉 阿伯中肯世界上就是有三楼这种低级 当有去阿北中肯台湾价值 就像肯丁鲁卫那般高贵中肯民进党就是知道自己执政烂 只好拿台湾价值出来骗选票结果才是一切 说得好社会就是这样阿北万岁 失言啦波浪福波浪福波浪福 狂那科觉得现在台湾政治环境需要ECMO吗 因为他们只会讲干话阿有科我就推 中肯中肯台湾价值就是民进党就是胜值有意见 去旁边处置普通的话也可以解释成狂语记者真棒推 中肯一堆政府官员干话连篇八年市长历练后选总统吧 台湾病入膏肓 真的需要急诊医生资金党崩溃笑脸赞 失言得很务实中肯民进党是小屁孩逆对地方首长问这个干嘛 没有共识很正常阿波浪福中国共产党说一不二才是有共识 又失言惹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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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直接点破目前永和根反核派的迷思 阿波又失言了 我也觉得蔡英文谈台湾价值是讲干话 台湾价值就民进党蔡母猪这种人渣 他在谈的自己的考卷不自己写操他妈的B 除了柯大概没有人是真的有在做事的 只想着前干话王不就你反观讲干话骗选票的两党 哈哈哈哈推 少在那一生怎样怎样的 看看赖功德他那颗 若讲干话我是觉得 拉只有台北没资格闲身哦 有点意外民主社会怎么会没有抗争 多元病例就是民主的价值 看科黑虚就是要推资进党指挥意识形态 拉自己鸟得跟什么似的 XD和四刃陪盖和五啊 两兆难道不够用 买三小狗干封电哈 果然比文组治国好太多了 三楼太过分了把推推 阿伯不知道有没有很后悔 当年随随便便就举个反合四旗子 干话科狗样垃圾推爆比另外一个功德医生好太多 那科就是废文理差距 新闻科批爆粗口 家长怒 以后怎么叫小孩中肯伯 科不完美 但比起台面上的烂货 科简直是圣人唯一支持阿伯 中肯三楼有事吗 整天讲什么价值 价值麻烦表现出来 不要只会用嘴结论 当市长是社会对不起他中肯中肯推中肯推科批推狂深奥 台湾记者的国文怎么了 地址服地址服HTTP 古尔 科姆 CBRVOL6中肯支持阿伯中肯等于是言中晚君签到一堆内耗的人在追问台湾价值科科托15楼 我觉得用医学来传达他的价值观反倒十分贴切 用医学的务实角度来审视政治这个模糊概念 用医学科学来端正态诚实了民粹意识形态 在长久造成的台湾资源内耗推成时的阿伯讲干话有选票啊 讲实话有吗 阿伯又开始了照妖镜的实话 真的很烦 又没有标准答案 真不知政府到底要听的是什么 阿伯一家亲就一家亲 坚持下去 阿伯加油台湾价值 我懂民进党的DPP的台湾价值 就跟某些脑洞教徒的阿弥陀佛跟哈雷路亚一样 只是喊身体健康的喝喝好在不是科粉求人当市长海德拉下脸一拳干爆蔡英文的脸 超级爽 文祖误国每天讲屁话中肯别再失言了BB阿北坏坏没办法讲干话能骗智障的票真的 意识形态是共党在用的招中肯就整个政治环境不做事只会喊口号跟义和团一样务实近四年 什么建设都没有 台北市地价跌不停 根本卧底 中肯没错 真有道理 台湾价值准备除值一阿北超中肯阿阿阿 蛮中肯的阿波浪福 台湾这几年不是在内耗那什么才是内耗 XD推问台湾价值这种不实际的东西真的很无聊 中肯投票带五星旗屌打垃圾蓝绿科批太中肯如果说结果决定一切那他期待的结果是什么 中肯 在我听起来都是讲干话 推成石豆沙包 笑死须三楼水推中肯推中肯撒撒撒 言不用钱还是离祖逻辑比较好推建设 台北垃圾建筑还不够多吗 政论节目表示爽赚十集节目内容 所以是不在乎价值观 只看结果中肯推推 所以质疑人家价值观要不要先讲讲自己的dpp的台湾价值 只有我可以爱台湾吗 酸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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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肯啊 深奥官科批蛇咪事情 做对的是对台湾好的是最重要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在决定病人在拉干真是中肯过头了台湾价值非常重要好吗 科市长批评台电拿不出科学报告 但是科市长应该去请教台电 泰神拉科文哲台湾沈医政治也是很厉害非常中肯 不过绿梅明嘴森七十七推阿伯 最会讲干话的不就是你麻大推智障党工只能无意义推文了 xd被当智障看很好玩 齁真不会做人 难怪被围殴 xd选美元服票零价专业科批布也是在讲干话吗 继续讲哦 好拉好拉科黑总是为了反而反 脑袋都囤积使三楼水准有够可拨推推 病人都快死了 还要拉着医生讨论人生推科批你们都在讲干话 政客不干话就不是政客了 这阿伯太棒了 超诚实xd政坛正常人太稀少了 有党工出没中另推阿伯诚实 dpp真的无能dpp喊台湾价值 然后呢 维持现状亲中爱台 搞死台湾年轻人促成统一大夜阿 不小心讲实话了真的 决定权不在他讲太多也没用垃圾 民进党为什么要一直说自己务实 RXDDDD没错 这篇新闻真的没什么重点 就是在帮洗脑科语录而以台湾价值 有台湾价值会比较帅 人会比较聪明吗 看摇根王世间 感觉不出来阿赞 我喜欢理性中立好棒棒推一个对的错的没有共识 还有一些是鸡飞城市中肯台湾价值 各自表述